今天至9點要來看的是2024總統大選 國民黨人選尚未出爐 但是以目前態勢來看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還有新北市長侯友宜 兩個人免不了要一拼勾下 昨天郭台銘上午照開的記者會 下午他又在臉書來發文 說明他自己的參選理念 而他也提到了 要成為候選人 就要說出自己的政見 似乎是像在對侯友宜來喊話 當然目前在藍營內部 可以說挺侯挺郭 派立委大有人在 像是挺侯立委就不以為然了 認為就算給郭台銘30天 也改變不了什麼 好 直播來看到是根據了 網路最新的聲量統計數據來看 侯友宜他在3月份 所累積的負面聲量 大過於正面聲量 而其中負面聲量最高點 是落在3月中旬 當時他炮光了選策會黑金復辟 當時也讓藍營支持者炸鍋 無論如何現在侯友宜 他也開始動起來了 前傍晚他要率團出訪新加坡 他也對外說了 新加坡值得借鏡 相信大家在努力之下 也會讓新北市更有韌性 市長看起來蠻累的 謝謝 沒有啦 其實我的工作平常就是比較多 臉上略顯皮態 最近的工作似乎比平常還要多 上午還在開市政會議的 侯友宜邦文就要出訪新加坡 讓新加坡也能夠多多了解新北市 世界也能夠多認識台灣 利用這個機會到新加坡去了解 關心我們的國人同胞們 在新加坡的創業 顧守新北的侯友宜 一反常態要出訪 雖然還是定位事件行程 但傳出要比照國台民科文者公布 兩岸論述 例點還是當年舉辦馬錫會的 香格里拉島嶼梯 劍指2024的企圖 吸引不言可遇 我們有地人政策的關係 那也要扮演台海區域的穩定 新加坡在整個國家的發展上 他們非常有自信 自立也自強地往前走 對2024其實不鬆口的侯友宜 備戰動作越來越明朗 外界無不聯想 是因為國台民前一天記者會 打算拼逆轉勝的決心 讓侯友宜出現危機感 只是最新網路聲量侯友宜看好度 開高走低 負面聲量高達3x3 是正聲量的將近三倍 郭台民是否正有機會反抄侯友宜呢 侯郭之間陷入拉鋸 郭台民昨天的記者會 他一直在強打地勢政藍 會不會擔心說自己的民調被他超越 因為他強調自己的民調在上升中 我們是金警恩秀出身的愛國家 這也是我們內化的東西 這也是每一個國民應有的責任跟義務 記者一提到郭台民 侯友宜不再向過去稱讚和誇獎 在郭台民積極展現整合泛藍陣營 角逐大衛的決心後 侯郭敬主已經浮出檯面 就怕內鬥內行只會全盤皆輸 記者朝天周國鋒SNG小組新北裁縫報導